在基隆一对夫妻他们先是透过了宗教吸引了大批信众 接着再用老鼠会的方式来向敬仲诈裁 这些钱都拿去购买高价的名牌还有进口轿车 那么就有信众啊遭到诈骗七百万元之后 一气之下告上了法院 那么现在检察官是依照诈欺罪嫌 起诉了这一对神棍夫妻党 照片中一男一女坐在香炉后方 前方的信众拿着香对他们就是一阵膜拜 仿佛像拜神一般信众生信不疑 不过现在却被提报 这对夫妻根本就是神棍 这起宫庙诈裁事件发生在去年九月 吴欣男子余理性女子 夫妻两先是成立名为新庙众神顾问有限公司 以问神入会开庙的手法吸引信众加入 实际上根本就是老鼠会 有多名信众前前后后遭到诈骗高达百万 八名信众被骗了七百多万后 财经局上当将他们告上法院 不过这对神棍夫妻不只带了好几名信众上法院 表示买名牌开名车都是神明指示 面对法官询问还当庭念咒 表示自己在跟神明对话 也让法官看傻了眼 当场怒呛神明的事我管不着 但骗来的钱我管定了 现在侦察结果出炉 检察官将他们依照诈欺罪嫌起诉 也让这对神棍夫妻的谎言不攻自破 记者黄玉姐丁相成 基隆报导